我们有的时候在自己内心脆弱的时候 心中受到压抑的时候 会有一种孤独和焦虑的感染 因为他们忧郁啊 孤独啊 焦虑啊 都是兄弟了 这是难兄难弟了 所以你只要有一个忧郁的 他孤独就伴随你而来 焦虑 烦恼 强迫症 全部到你身上来 你失去了工作了 你接下来就不肯见人了 觉得难为情了 你没有钱了 你就会觉得 我不要去相信外面那些人 你被人家骗了 你觉得没面子 你感情上被人家甩了 你觉得我见不得人了 这一切都是随之而来的人生的 负能量的境界 所以菩萨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拒绝接收自己的负能量 那么就是要看到这个世界永远是在往前走的 因为你失去了今天的快乐 你会拥有明天的快乐 你失去了今天的快乐 不一定你明天还是在苦难当中啊 这就是智慧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永远笑嘻嘻的 永远开心 因为他看得到未来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不但自己 要克服自己内心的负能量 更要防止接收别人的负能量 因为很多人看到你就哭 看到你就难受 看到你就想不通 你的内心就会变得越来越缩小 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强大一点 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海纳百川一点 你就可以抵律自己情绪对自己的感染 刚刚发现自己我要不开心了 马上想一些正能量的事情 刚刚跟别人讲话 被人家感染上了 心情不好了 马上用自己内心的强大的力量 我们有菩萨保佑 我是学佛人等等 马上抵律自己不良的 所以包括你的生活 家庭婚姻碰到的问题 那些临时的自尊 那些临时的嫉妒 那些暂时的嗔恨 都会因为你的心情的舒缓 压力的减少 而变得化为乌有 这就是我们人怎么样来调节好自己的情绪 我们伟大的佛陀 在2500年前他讲的佛法 就是已经是解脱我们 末法时期人的内心的烦恼和忧愁的一个良药 放下解脱 是良药啊 过去不可得 现在不可得 未来不可得 那就是我们最好的一剂良药 所以 有的时候 对自己所做错的事情 不能过于的执着 对自己所拥有做的好的事情 也不能过分的去执着 你会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坚强 对自己所拥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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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